Dick Sir 怎麼樣? 我周不時收到很多電郵 但我知道電腦會自動自覺地 幫我寫在C Drive裡 是, 很厲害 我不喜歡他們這樣做 那你想怎樣? 我呢, 喜歡他們把我的電郵 寫在我指定的文件裡 即是你想作主 對, 有沒有想想 幫你忙, 進路 好, 進路 那想看看他放在甚麼地方好嗎 好 很簡單, 收件在這裡 按右鍵, 選擇內容 你就會看到它原本放在這個地方 C的Windows是Apex Data 後面很長的 你會看到很難寄 對 而你找資料時也很難找 或者做背景時也很難做 要轉一轉的位置, 好嗎 好 怎樣轉呢, 先進去 我走進去工具 工具是選項的, 看到嗎 選項裡面有很多按鈕 我選擇一個叫維護按鈕 維護按鈕裡面有很多東西讓我選擇 其實要一個 就是這個叫郵件檔的資料夾 好, 你知道有甚麼作用呢 就是裝著我們收販的電郵 所有都放在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特點 它可以讓我們改變路徑 是 對, 看看吧 按進去看看 你看到, 剛才剛才看過 所有的電郵 你的收販的電郵 都是在這裡 是 好, 你按電筋 再改變路徑 按一下, 先看看 好, 你想放在甚麼地方 我想放在我的電郵 我看到, 是不是桌奇的電郵 是 好, 選了之後, 再按確定 轉了, 是不是 嗯 再按確定 跟著這個按鈕告訴你 原來還未生效 它要你離開 Outlook Express 再開才生效 好, 所以這樣, 確定 繼續吧, 再確定 差不多完成了 當 Outlook Express 重新啟動的時候 整個過程就完成了 其實做過甚麼呢 它就把舊的電郵 所有電郵 搬到新電郵 一條做得很方便 以後來到的新電郵 亦自動自覺去了 卓奇的電郵 沒錯, 所以以後 做電郵回應 或者找資料 都方便了很多, 是不是 但是補充一點 就是之前我選擇你的電郵 是C drive 即是同一個硬碟 其實可以不同 你可以放D、E、F 任何一個都可以 甚至乎放Servor的硬碟 都可以 因為放Servor的好處 它會定期做Bank 就會不見了你的硬碟 我一向都說 認識了Dix Sir 就不怕電腦 不聽教不聽話 又賣口乖 不過Dix Sir 今晚我們來一起吃吧 好… 我今晚給你 辦公室軟件應用 電腦裝嵌及支援 網頁設計及製作 微軟網絡工程師 MCSE2000 電子商貿開發及應用 報讀軟硬體暑期電腦課程 考取多項IT專業資格 軟硬體暑期電腦課程 新頒快將開貨 將程可於全線地鐵地理電 劍殺取